对于鼎心魏家四兄弟来讲 其实呢 他们的自由事业 从爸爸一路到他们现在 中间曾经两度呢 濒临要倒闭的一个边缘 所以好不容易到大陆去 在真的在这个时刻 他们站稳了起来 也真的是一锦还乡的回到台湾 但是回到台湾这四年当中 给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这个魏英娇 魏英聪这些兄弟们 大家以哥哥魏英州为师 那么魏英州真的是 仗兄如父 那么请这个刘委员带大家来看 今天我们把他讲过的话 在这里做简单的一个整理 说当这么大的一个企业 真的要有枭雄的气质 那讲起话来当然也不一样 当年可能是 正低声下气 必须远走他 像现在完全没港 好 他说我不是霸气 我是霸道 你要让老二 离你越远越好 所以他要当第一名 所以他现在是台湾的富豪 四兄一加起来第三名 所以还要努力 就赚更多的钱 1996年康师傅在香港挂牌 他说公司从今天开始不会倒了 因为募集大家的资金之后 公司就不会倒 好恐怖 这什么样的形态 因为他们曾经有两度快要倒闭 没有钱的情况之下 他现在知道 上市原了这个好处 大家把钱送给他 就像他买TDR一样 都买了给他之后 他拿你钱去赚更多的钱 然后你买TDR 你在这里赔钱 1999年 有需要金援 找统一 结果统一不愿意 没有达成协议 最后他说卖给统一 就是任贼作夫 现在很恨统一 2008年的时候 当年贪 钱太多会乱花 蛇吞向买卫权 买卫权是个错误的投资吗 这辈子不会再跌倒 因为天宫不会疼你 第二次 然后接下来 2009年回到台湾入主 101他说 他不会被成功冲昏头 是这样子吗 其实我们看 他从在天津起家开始 事实上刚开始 并没有做好 当然 故事大家都知道 你说他故意拿面 在这个长途火热上 故意把那个味道掀出来 可是这里面的背景是说 是那个时候 整个大陆开始起来的 他也搭了顺风车 他是搭顺风车 我不认为他有多了不起的努力 如果是他是真正 从一步一脚一开始做的话 那就好 他事实上是搭了顺风车开始 然后这几年 尤其刚才郁珍讲的这一段 可以说 就如同看 我也在形容说 他不是他的努力 而是整个台湾社会 跟大陆的这个非常 60多年来最好的这一段时间 就造成说是一紧返乡 事实上他是回台湾 再捞一大笔 这一大笔当中 他这个所谓的霸道 就好像我们听到刘正宏讲说 我当副武官 就是要霸道 不是要王道 所以就立刻显然说 这四兄弟 我只能说 可能他们的内涵实在是不够 可能现在又装得要花了50亿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说 他的陈美堂还花50亿 做个园区 对不起 他还是要赚钱了 当然 以后还要开饭 开饭店 要开这开游乐场干什么 然后这个时候政府一定又把很多土地 让他很低价让他用 所以我觉得他的努力 只是利用了一些杠杆 让政府不得不配合着他 就如同刚刚讲 大家讲的前面的那个房屋 就等于是白送他住了 然后最后面还拿点现金 给他当零用钱花 所以我觉得台湾 我觉得这一次我们 因为也感谢很多媒体 一步一步把里面的内幕翻出来 我想我们要从实安 开始来对这些人 这个魏嘉兄弟应该是 有一些大企业的代表 我觉得从这边好好查一下 政府在这段时间 放任这些人回来 可是真正想回来 今天我们另外一个新闻 说真正的台商要回来得到什么 你有找到土地吗 你有找到资金吗 或者说你回来产业 是不是台湾的产业需要你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看不到 但是魏嘉这样讲 我觉得台湾人民 没有一个人能接受 但是我最生气的是 我那个朋友叫马英九 他还是你朋友吗 表示点意见 台湾到这个地步 我们现在好不容易 又哪一个叫朋友 这个我们的中央时薪总裁 说他帮他做这个东西 结果在两位财经的前辈 你讲起来的话 他根本就没有真正去掌握到 真正的痛处 所以对魏嘉 还是没拿出东西 能够来处理他 做得不够 好 我们谢谢委员 好 那是不愿意做 还是不想做 还是再做下去 再查下去 财团都垮了 那经济会更差吗 那只是为什么会让他们今天 能够这样的霸道 霸气的来跟大家讲话 而且犯错之后 还完全的不认为自己有错 礼拜一所刊登的这个广告 告诉大家 真相是什么 魏权没有餐位 没有混油 只有受害 原来魏权是受害者 所以政府的检验 他完全不当一回事 还强调他是主动 封存检验跟下架的 说的话 真的是吹牛不打草 搞事情发生经过 观众朋友透过中间新闻 早就掌握是主动吗 重点他还呼吁什么 呼吁消费者 搞清楚状况 更要骂骂媒体朋友 请你说真话 我们告诉你 不相信政府的检验 而且久度的责怪媒体 这就是鼎心未加的态度 出事还都是怪别人 到底谁才是受害者 我们待会带你看看 在台湾赚了这么多 这么多的钱之后 他们有了霸道 有了霸气 重点是全家穿金待遇 到底炫富到什么程度 我们待会带你来感受